但也可能是因为灰子跟我走得近了 那么这里边可能有个避嫌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就直面这个问题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举嫌不避亲 我敢让他叫我干爹 我敢收 祖小将的孩子为干儿子 我就根本就不怕 所谓的干爹干儿子能够影响中国祖小将的公平 公开公正和透明 我要怕我早就别收了别叫了 不是这样 我根本就不在乎说灰子离我近 还是老料离我近 还是有的家长离我远 我根本不在意 因为不论你离我远近 你儿子你们的儿子离我都是同样的距离 因为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 假如我做的不公平 不公正 没有一个家长是傻子 没有一个家长是傻子 而且没有一个家长是好惹的 如果你做过清训你就能够明白这一点 哪怕你做过教师你都明白过这个一点 没有一个家长是好惹的 如果你真的敢伤害他孩子的利益 如果你真的敢明目张胆的 做出尤为公平公正的事情 这些家长翻脸不认人 饶不了你 但是呢 我就敢说 不论你家长跟我亲书远近 不论你这孩子是叫我干爹还是不叫我干爹 我都可以 口对着心 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孩子 组小将 清超 11个队员进球 就说 我们能够给机会的都给机会 根据你的状态 小戴状态好 小戴打主力 小戴状态不好 就打team 小赵状态好 打手法 状态不好 就打team 小方状态没到那个点上 就打team 到了那个点上 就打手法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 我们的小将的家长 每一个人几乎都有社交媒体 有个别黑化的 黑的也会过去认爹 但是也说不出来个子武谋用 最多说一个懂路不懂球 但他说不出来 我曾经做了什么事 上天害理 我做了什么事情 把这个队伍搞得无热仗气 他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没有什么黑料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样吧 就是 我们接受生活的安排 我们接受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 附中的马班呢 也说 就说 大门永远向 有实力 有天赋的孩子敞开 我们姑且认为 现在 刘凯元 或者杨子诚 或者是谁 达不到 附中的要求 但是我们努力 今年达不到 明年能不能 明年达不到 后年能不能 对吗 有时候中国人吧 对谁最狠呢 对谁最苛刻呢 是对中国人最苛刻 这是骨子里的东西 改不了 你们有的职业队的教练 如果是个中国人 早下课 但是就因为 他是个外国人 洋人 所以踢什么狗屁样 没事 帅位稳固 工资上 要是中国人 下课六回 还有一些 这个洋 洋奴的思想 是普遍的 就你不知道 不知不觉 你就是洋奴 你看很多的 球迷也是 他要评论起中国人 带着队 那家伙也 弯磯磯磯的 我媳妇天天喝这个茉莉花 我呢天天喝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金峻梅 天天喝金峻梅 我们接着说那个 马明宇这个采访 马明宇呢 说如果这个人 没有职业经历 他带小孩 那肯定是水平 是不够的 那么请问这个 日本这个教练 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马尔 就是2002年 中国给打进世界杯的 这个队长 从事清训20年 这么一个专业人士的 脑子当中的概念 他认为 非职业球员 带台子是水平不够的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一个概念 他想从日本人嘴里 得到的是什么答案呢 我相信 一定是想得到一个 支持他这种观点的 说的是呢 就日本教练说 那当然 在我们日本 我们都是退役球员 能够给孩子做示范 更规范 同时给孩子 传递职业思想 因为毕竟 他们是职业球员出身 能够带给孩子 更专业的 更职业的培养 马尔是想听到这些 但是很遗憾 他听到的就说呢 在日本 也有很多 不错的 这个知名的 球员退役 在做清训 当然 还有更多的 没有职业经历的人 然后举出的 路倒路脚 这是日本 非常知名的 职业俱乐部 他整个的清训体系 一共有54名教练 只有10个 有职业球员生涯 这一下 这个采访者就一愣一愣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答案出乎了他的意料 你可以要小矿的签名吗 可以 你去找老矿 老矿呢 老矿呢 因为也有些产品 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老矿 抓紧时间 好吧 老矿有月饼是吧 有月饼 有鹅椒包 都有 老大老二的月饼 应该能送吗 我觉得可以 那么这个答案呢 其实也让很多的中国家长 中国的清训人士 包括这些 道听途说 望闻生意的 所谓的日本清训的 崇拜者 也懵逼了 懵了 说我们口口声声喊着 学日本 学日本 学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你学这个人 人家干嘛的 对吗 那么人家日本教练说的很有道理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职业的肯定有他的优势 但是职业也有他的短板 尤其是中国的职业球员 中国的职业球员 也不能怨他们 但是他们身上无时无刻 不体现这三个字 没文化 没文化 你就说 说话能说利索的职业球员 退役职业球员 你手最多加两只脚 能够数得过来 就你让他独立表达一段 三分钟 能把话说清楚 并且你能够听清楚 他逻辑 他的观点 有险入身 还是说层层递进 你要能够听清楚的人 在中国的所有退役拳当中 不会超过两只手和两只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也不愿意 不愿他们 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就缺失这个 他们的教练就说不清楚 就得靠棍子 靠打 一遍一遍做示范 做示范呢 也光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呢 他们的认识就局限在这 但是人家说 可能非专业的呢 他有的 他的热爱程度 你想 如果一个非专业的人 能够进入这个梯队 做教练 他得多 他得花多少功夫 他得有多大的热爱 和钻研学习的精神 对吧 而职业退役的呢 他其实很多人是失去了 学习能力 没有学习的能力 就我今天晚上看 切尔西对利兹 对吧 我能看出来 利兹到底是怎么压迫的 故意放了切尔西的左后卫 一旦求上来之后 谁过来移动 其他人应该怎么办 这是最新的 这个五大联赛的高压的体系 但是你对于 比方说 非专业的人 他热爱 他就会专业 可是你对职业的人 他觉得 教练 就我们 对吗 今天大巴黎 开场八秒的进球 一个中圈开球战术 很多车友给我发信 东哥 你们学一学 你们学一学吧 这个肯定很有效 因为我们不是对信任星打出两个这个什么吗 打出两个这个任意球配合吗 很多球迷过来跟我说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在两个月之前 我们在对人大负中0708的友谊赛当中 我们就打了 我们就打了 在我的手机里 专门就有 这个出处在哪呢 其实这个出处 首先好像是个德加的队伍 还是在 然后在什么地方用了呢 是黄马 黄马打曼城 维尼修斯 左脚没打上 就是这个开球战术 所以就算 我们每时每刻不再学 不再去感受 欧洲的这个先进的水平 我说了 一个孩子 13岁 从任何方面 都很难达到23岁 但只有一个方面是可能的 知道是什么吗 13岁的孩子 和23岁的球员 他很多方面根本达不到 没法相比 但是只有一个层面 是可以的 就像一个13岁的孩子 是可以跟23 33 53的人下棋 但他没法跟他掰手腕 没法跟他 比冲撞 对吧 没法跟他比撩妹 但是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 乘23 33 没问题 就对足球的理解 当然 你要说他对男女的理解 能到23 那也不可能 我指的是足球 我指的是足球 小黄车产品 下一单啊 这是灰子打出来的 来吧 大家下一个灰子来了 好吧 你看我们这11点40 我有4000人 完了你告诉我 是我蹭流量 不是 我一直都是流量 你可能以前不知道我 我一直就是流量 我是全世界第一个个人媒体浏览量超过1000万的体育记者 路透社报道 去查 现在打开搜索网站 查懂路 路透社 1000万 这几个关键词 去看看 好吗 去看看 我是 我的一个新闻 是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 30多种语言 都是基本上体育版的头条 就是中国的一个足球解说员 在解说欧冠 巴黎对黄马的比赛当中 睡着了 打呼噜 完了被 工作没 全世界50多个国家 阿根廷 巴西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文莱 印度 印度 尼西亚 巴布亚 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夏威夷 法国 英国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挪威 瑞典 冰岛 俄罗斯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 马达加斯墙 埃塞俄比亚 吉利亚比哨 钢果金 索马里 埃及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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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黑我们收钱了 打脸了 马后炮 商仲勇 张仲景 华陀 孙思淼 李时珍 神农 郭富城 刘更洪 石谦 鲁志生 杨幂 迪利热巴 古丽纳扎 周东宇 张雨昕 张新宇 张韩运 张韩宇 张作霖 张韩宇 张韩宇 张砸 张唱的站台 长长的站台